梦想街五十七号 欢迎收看全能事务所 好 根据调查台湾拥有10亿以上资产的人 每个人拥有5.4间的房子 这房子可想而知都是豪宅 而且其实我们女生很怕撞包跟撞山 但是对于有钱的资产客户来说 他们更怕撞房子 我家跟你家都长得一样 那这样我还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韩族经常去豪宅的房子里面去看 去参观 那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到豪宅里面去看 是不是借这个机会的话 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 跟着你一起去看豪宅 我去看都是因为去采访 你去看是你自己要买 好啦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看的是一个 非常国际级 而且是低调奢华的豪宅 全能事务所 今天要带大家去揭开台北市一个 非常低调豪宅的神秘面纱 交界里面的装潢是如何呢 带你一起去看看 哇 打从这一进门进来的 Lobby就可以感觉到 这气势真的是不同凡场 果然呢 真的是低调中带有奢华 所以我就要请问经理 我们这个大厅的设计细节 有什么巧思 欢迎来到和平大院 我们的Lobby请了一个 意大利国宝大师 叫Rorodon Dondelli 本身他们家族是做家具订制厂商 对 手工打造的订制家具 那本身他自己有一个建筑师的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飘高了18米 完成面大概有12米 全部都是原汁原味 意大利进口 各吊灯大概1.5顿皱 然后大概6米高 它取名了一个叫赫明酒高的 我们还有请了一个 中国的抽象画大师叫张国龙 他的一个天地系列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尺度 我们也照顾到 我们还有放了一支艺术品 虽然他是西方人 但是他崇尚东方元素 在地平上的万元内方 还有所谓我们整个Lobby 包含上面的铜扣 全部都是他为了融合东方元素 所做出来的一个设计 那这六根列柱 其实也是蛮巧思的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六个基座 它是用一整块的原石 去做一个设计 然后做一型切工 而且我觉得这个梯厅 它在食材的搭配上 也都让人家感觉到 它的这个搭配的层次感 对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 其实从不管从地平也好 到墙面 全部都采用 意大利进口大量的一个食材 对 全部都是大理石 包含地平的鱼杜白 它是卡拉拉白最高等级的 那搭配墙面所有的一个 中飞网的一个食材 墙面的食材有呼应了马鞭皮的走道 那马鞭皮的走道它有一个温润感 一走进它厅就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水墓 那它的作用就是阻隔后面 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空间 那它其实很简单 只是一个铁丝网 但是它有一个水波纹 所以其实在整个视觉上的效果 也是非常好 像我们这个龙门 它其实是指南木做的 然后上面的铜雕 要全部也是请Donnelly从意大利的公斑 来做亲自打磨 然后用守住的方式 做出来的一个龙门 哇 来到这个焦仪厅 您确实可以感觉到Donnelly大师 他对这中国传风意象 他也演绎在这里头 对 像从刚刚您一进来看到 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是出自它亲手打造的 它现在很喜欢用珍贵的皮革 木材 还有一些金属铜 来做整个家具的一个配合 那像后面看到的一个 钥匙孔的一个装置艺术 它是我们钢骨结构的梁 钢梁 像我们这个拉门也是Donnelly 它从意大利原装进口 您刚刚拉起来的上角链的感觉 是不是很轻 对 可是它这个扇门非常非常的重 对 它只靠上角链 就可以让这扇门拉起来 非常的滑顺 还有我们有法国进口的一个 金属创纱 这所有的书柜 其实你看会觉得很稀松平常 可是你走近一看 它连所有的成板 全部都是用马鞍皮去绷的 那它旁边的牛角呢 全部也都是用黄铜去做的 我们人交艺厅里面都放了一个 印尼知名画家的一个画作 叫做十二行人 外面我们有一个国内大师 叫傅柏年的一个作品雕塑 叫做共舞 它在整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旋转 像我们小时候的音乐盒一样 会两个人互相旋转 就是一起跳舞的感觉 而且旁边会浮移一圈的一个水雾 不管在里面或外面 我们都有很浓厚的一个艺术的气息 像这边就是我们的标准梯厅 我们的标准梯厅也是请董德里做一个设计 那像这个东西 你尝尝看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摆饰 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信箱 信箱在哪里 左右两侧 对 未来我们的物馆秘书会把各户的信件 跟邮件全部放置上来 接着我们来到空中花园 这个39楼的景观真的是很无敌 对 在我们台北市中心 很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高楼景观 其实我们这边特别营造了一个 巴厘岛市的一个度假风格 我们在39楼的高度 有这样子的台北市的市景 是非常非常难得 有一边可以看到新建西的西景 可以看到山景 那另外一边可能就是看到台北市的市景 包含101 当然森林公园 大指 美丽华等等 可以在我们这个案子上一览无力 尤其是我看到那个 特别是这个户外阳台的设计 对 圆形的感觉 真的好有feel 对 有一边的户外阳台 可以享受大概180度台北市的市景 另外一边的户外阳台 可以享受另外一边台北市的180 简单来说 你在这就会有360度台北市的环景 宴会厅也是豪宅主任 他们非常重视的公共空间 没错 像我们这个宴会厅是采取预约制的 那我们可以请到外汇 专业的外汇团队来这边做一个外展的报导 像我们还有配合像五星级的金花酒店的一些 我们之前也办过很多场 那我们还有一个明火的一个空间 然后还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备餐区 所以其实这整个风闻是非常完善的 今天我们看完了公共空间 包括了大厅 空中花园 还有宴会厅 可以说对于金字塔顶端族群的人来说 生活品味细节的展现 从公共空间就要开始 不得了 是不是看到了大师 我觉得这次光设的设计的灵魂 这个想法全部来自于 这个意大利的国宝大师 Dong Deli 对不对 是 没错 我们这次礼聘到一个意大利的国宝大师 他叫Dong Deli 那他本身家族是做家具起家 只是因为我们公司的黄董 去米兰看家具展的时候 认识了他 发现他有建筑师的背景 所以这一次就特别跟原历建设 来做一个连结 然后跟他推荐 历建这一位大师来做这整个规划 那大家可以从图面上看到 我们挑高了一个18名的大厅 那其实完成面大概12名 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尺度 所以他才在这个案子上 特别在新兴设计了一个 6米高 1.5吨重的一个水晶黄铜吊灯 而且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拼上去的 对 他每一个都是请意大利的公班的师傅 一根一根的吊上去 那他因为他也因应了台湾的一个地理环境 会有地震的关系 所以他在结构上都有做一些 那个加强的处理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 他其实在这上面都有一格一格的格纹 就是为了结构的加强 对 那其实他厉害的点在于 其实您看他感觉好像是一根一根的LED 其实他那所有的灯座 全部都是黄铜制的 那浮宇上面有一些就是紫色跟金色的琉璃片 所以在整个现场来看 气势是非常强的 所以进去的话可以感受到那种 气宇非凡气度喧昂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大词服的一个设计 我家跟你家就是不一样的那种真觉不反感 而且呢他的交仪厅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 因为交仪厅的部分 我们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董那里 他亲手为这个案子设计的 包含一入门就会看到一个像拱门型的一个装置艺术 我们不跟客户分享 他们都会以为这个是一个装置艺术 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结构的一个钢梁 这是结构钢梁啊 一般来讲在台湾来说可能都会把钢梁 用钢筋混凝土包固 然后就会开一个小小的门 可是实际上他当时看到了之后 他觉得他要把这个留下来 对 他有很突发的奇想 就是他要把它装成一类是一个钥匙孔的概念 就是打开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钥匙孔 在左右两边就有一个折门 拉门的部分 然后他是用两百多片的镀态板 一片一片的去拼贴 然后再打磨 其实像韩祖有到我们现场看过 其实您看不出来它是两百多片的镀态板 很多客户看都觉得是烤漆 对 那他还 这其实image非常非常的强 他的气势有出来 所以因为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尺度 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所有教育厅 它是家具起家的 所以教育厅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他量身定制的 那他还有一个特性 他目前在市面上没有太多的行路 他都是接单定做 所以相对的 你要他的家具 你要他的设计 就要花时间等候 那他最近很喜欢用珍贵的皮革或者木材 还有一些金属 像近年来就常使用就是铜 或者是镀钛的元素 来做一些家具的配合 跟一些空间的展现 好 这是我们看到那个和平大院里面的话呢 在公共设施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设计 那么我刚刚也看到的画面上面的话呢 你们其实也用了非常多的 当代的一个这个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对 那其实不管在我们的Lobby 我们有一个张国荣大师的一个天地系列 那他最近很喜欢就是用一个复合性的材料 去做油画 所以其实我们不跟客户分享 他们都以为那个是装置 大理石 对 他们都以为是装置艺术的大理石 或者是 其实不是 它是油画 因为它是有进出面的 因为您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说一幅画 它竟然会有一些科文 像食材一样的进出面 对 那个可能要现场看才看得出来 还有另外还有一些雕塑作品 对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不是只有在里面 我们连外面都包 我们外面都照顾到了 对 我们外面有一个傅伯年大师的一个作品 雕塑 叫做贡舞 它的取名的来源就是 它有两个舞伴 像是我们小时候的音乐盒一样 它整点的时候会旋转 然后旁边会浮以一圈的水雾 所以不管 晚上还会浮以一些灯光的效应 所以其实在不管白天或晚上 看起来都很有氛围 而且它是从外面就看得到的 不是说只有我住户在自己家里的中庭 可以看得到 所以一般的民众 住在附近也可以 走在旁边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欣赏陶冶一下自己的艺术气息 没错 总之的那个地位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不止里面非常具有特色 是那种独一无二的精品国宝的感觉 包括它的地位也是 你们非常强调 因为像我们在大安区 这样精华的地段 淡黄区里面 我们能有这么完整的一个 大面积的基地范围 其实是非常难得 而且我们四面零路 那刚好正前方又是师范大学 这就是一个永久的动具 在台北市来说 你要找这样子的一个动具 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基地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再加上我们有挑高 我们总共三十八层楼 那以这样的尺度看出去 如果你是看到一整层的环景的时候 会是非常惊叹的 你刚才在那个花园 空中花园有没有看到 有 那个是周杰伦的老婆坐的位置 我在那边拍了N张照片 想说我也来开箱一下 像酒妹开箱锅桶的豪宅 那边真的超级美 你看过绝对不会忘 你就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 你去把这个环景全部看到的感觉 要河有河 要山有山 要标顶有标顶 所以你要看101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一侧其实可以看得到101 跟大安森林公园 对 就是我们基地的东侧来讲 看得到的就是台北市的市井 你这边 因为我们是基地是正向南的 作北超南 所以其实我们的东侧就可以看得到 大安森林公园包含101 那另外西侧的部分 就会看到西殿西的西井 然后浮椅山井 那如果你是在像主播到我们现场 看RF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享受一个360度台北市的环景 好在台北市的市中心 然后位置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 这个和平大院 那旁边的话全部都是文教区 包含了像是这个斯大台大 然后永康山圈全部都是这个过去的文人默客 然后很多这个富豪聚集的一个地方 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 没错 而且我们在这个公社中就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品位 不只在家里的装潢很讲究 从一进门的大厅 所有看到的细节全部都讲究进去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你很不凡的气势 好 这是和平大院 而别忘记得好 是什么 这就在国家里面是什么 那边的小区 我不好預好 是你多边的地方 就是你多边的有关 人贮到人质入 好 今天 你最细够的 你没92人购买